香港時間 星期日早上7點多 那我講一個 其他人都有講這個題目的 比較悶的 這個題目 但是我最做一個做IT的人來說 我不會純粹用政治角度去看這件事的 這件事你說全部都是一個習近平 一個人的責任是不公平的 獨角獸這件事 老實說華人社會就... 你都不要看 你要看黃仁芬 黃仁芬的成長 如果不是一個華人社會 OK 你就明白 台灣好一點 香港和中國 你想有獨角獸 但是我也是那一句 大家繼續給LIKE 大家繼續請私人喝咖啡 由SEO 角度 你可以用Google 請我喝咖啡 但是如果你採訊號 我也是歡迎的 好嗎? 習近平最近很感慨 為什麼中國沒有獨角獸 可以獨角獸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 金額很大 idea很厲害 獨有的 獨一無二 因為獨角獸很西方 一種西方傳說中的動物 基本上就是獨角馬 所以為什麼要獨角獸來形容 那些很創新 獨一無二技術的企業 就是這個原因 某程度Ninfindia 算是獨角獸的 因為在那個年代 Ninfindia做GPU 這個就很創新 GPU的構思 那時候最初的VGA 由EGA 或者VGA 那時候 最早上去VGA 那時候 沒有想過打遊戲 需要一個獨角獸 沒有想過 他就解決了遊戲的問題 然後再一路變出來 所以他是獨角獸 所以 習近平 感慨沒有這些創新 他當然會心急 因為 你看到 大部分現在全世界的創新 所謂獨角獸都集中在美國 歐洲有些 歐洲 歐洲是另一件事 歐洲的環境 本來都估計是創新的 歐洲就是 不太好 甚至英國也是一個問題 美國就好一點 美國雖然是稅重 但是美國這方面好一點 美國也有很多工具 給一些 工具 去做一些好事 但是中國 他感慨這件事 有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沒什麼創意的社會和環境 也很難有獨角獸 本來美國有先天優勢 就是美國是一個很自由的社會 中國就是完全沒有什麼自由的社會 你學人說獨角獸這件事 本來大家已經笑了 就是一個這麼專制的社會 跟人說獨角獸 獨角獸的出現一定有一個條件 就是 對現有的東西是有一個質疑的 你創新一定後面有質疑 你不質疑 你不會察覺問題 你不察覺問題 你就不會提供獨角獸 你不提供獨角獸 你就不會有獨角獸 所以 以前 我看到一些香港人 經常說什麼 一群人 我心裡說 一群兇兇兇兇兇兇 搞騙案 在哪裏 在哪裏做 因為要做start up 你一定是提供 你一定是 如何 discover the problem and then you give the solution 因為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academic 即是像學者那種 那種想法 當然不是的 香港那些想法都想到 要賺到多少錢 一開始是怎樣 是想砌個story出來的 其實是怎樣 就困人去拿錢 這件事是神經病的 我真心覺得這件事是crazy的 你本來已經困難了 但是 你習近平 你不明白 就是 以往 為什麼江澤民 都還有一些 你說 如果中國嚴格 那個獨角獸 就沒有什麼 因為 騰訊 本來是 QQ抄襲 ICQ 所以 不如 ICQ VChat 就抄襲WhatsApp 的 你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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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寶 淘寶 就抄EBA 的 我就看不到 你真是中國嚴格來說 有抗生 講來講就是馬雲 阿里巴巴 因為阿里巴巴是做B2B 他就真是 他最初能夠獨佈全界 是有他原因的 是因為 他就是看到以往 做了 做了 Franchise 做了 Merchandising 那些就知道 但是以前 我們是 要找貨外國人 要找貨 哪個廠商 中國哪個廠商 做代工的 那些東西 就是一本 整本電話寶 那樣的物體 真是 好像電話寶 我告訴他 整本電話寶 那些 廠商名屋 那些catalog 然後我看到 好像有誰 好像是對的 對的 一天就買現成 再加個Logo上 一天就 一天就 你可不可以 給我改成這樣的款 你試一下做 然後 然後 便有 便有 MOQ 是多少 一些 這些 這些 我小時候 碰過這些 採購的東西 就知道 因為始終是家裡做生意 就是這些 這些是深付錢 但是 那時候 鬼傲就要看這些 所以要經常去那些 什麼 交易會 貿易展 那些 去找這些 製造商 但是 阿里巴巴 他沒有完全 廢除那些 什麼貿易會 展銷會 那些需要 但是 他令到事情快很多 他是 他發現 馬雲是發現到問題 然後再提供一個 這個 這個 所以 你說 中國很多東西都是抄的 但是阿里巴巴本身 這件事不是抄的 這件事也不是一個 鬼佬會想的問題 因為 這件事是 你要解決問題的 其實是中國的創商 不是 你去買東西 買那個 買那個 你去買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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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質疑精神 你本來就不會有 毒學修 OK 那麼 你習近平治下 你哪個質疑精神呢 你至少 喂 江澤民現代 容許你 喂 他都不是自由的 這傢伙 你總之 不是政治範圍的 你覺得那件事不合理 你提供的解決問題 沒有問題 你會變成這樣 但是你現在就是 你不要說政治 你其他問題才會質疑 現有的制度不合理 你不讓人拿去懷疑 你會偷笑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 黨國體制問題 OK 以前呢 老江年代 我不是說沒有黨官的分錢 OK 但是以前是老江年代 最多是他要發財 OK 他不是要幾間公司 他要收幾間公司 當然他可能要一些公司 做少少事情 幫黨和國家 但是他們最要發財 最要給外幕消息 或者是 為什麼要給他一個大丟 就是 我再拿集資 我上次IPO 我IPO 你給我 你給我 在華爾街的大行裡面 可能有 不知道哪個高官的親戚 然後你給他 那天就可以了 然後我還不理 他們是貪起來 純粹要看錢 他不是要吃早的公司 他沒有這個意思 他可能要給公司少少股份 但是他真正的意圖就是 我要給那些少少股份 我是可以發財的 OK的 這件事還OK的 真的不會 會少了一些獨角獸 但是他不止於押 讓獨角獸消息 他不會去到這個地步 然後你可能 你公司做大了 你出面買東西 OK 你出面買東西 走資 OK 你又益一下我 你找我做 所以為什麼 去到後來 2004年之後 怎樣 香港的I-band 大I-band 全部那些高層 全部都是中國來的高幹子弟 從海外回來 不是這樣 因為你 以前真的做了大交易 你是這些 Unicorn 做了大交易 是這樣玩的 OK 好 但是現在 習近平是什麼呢 你看到 瑪麗金服上市 失敗 就知道什麼事了 瑪麗金服上市 本來就是這些 這個人 怎麼都知道 就是有錢齊齊分 這些人 現在習近平不是 我不讓他上市 我要他整盤 整盤黨 捧他 我共產黨要我 就是 當你做大 那個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人 一般民眾看到的質疑 其實就是看這一點 當你做大了 我就和你割韭菜 我就要 這件事是我的 不是你的 喂 別人 你上市是X位 上市就是收獲 收 收 怎樣 就是 家公司做得這麼 但是 辛苦回報 有收獲 收獲時間 OK 你是留在家公司 一定繼續做管理層 一定是 離開 離開 就 一回事 就看個人志向 有些人是選擇離開的 有些人是選擇留在這裏 有些人是選擇的 有些人是選擇的 也有的 看你志向的 有些人是選擇 現在就是 我不讓你退出 總之 你這件事做好了 就是歸黨的 喂 這樣也不適合 但是錢也不能賺 對不對 如果你馬里金服 你那時候給退出 可以說 還有一些外資 尤其是香港 美國市場 這麼厲害 我早就說了 馬里金服 你那件事 你那件事 一定死定 你死定 你死定 這件事很簡單 這件事 所以我說 我說這件事 你說 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這個黨國體制 你很多事情 已經有很多限制 OK 再加上 你習近平這個人 你完全不識趣 你不知道 科技一定要依靠美國的 你得罪美國 得罪了這樣的款 但是我要買晶片 有沒有晶片 我要買技術 有沒有技術 所以全部被封殺 那不死也沒用 你的黨國體制 要害死整個 沒有可能有Unicorn 譬如你現在 AI晶片這麼重要 現在你碰到香港 和中國的公司 你想玩AI 不用這樣 高等觸摸來的 那是金手指 那你會死定 美國是一定會玩殘 這個不用懷疑 除非你習近平 你和美國說 我只是拿來發財 我不是想著 威脅你國家 但是習近平不會 這個問題是 習近平 習近平那些 他 他習近平那些有瘋 的嘛 他由你 從頭到我腳 這個才是問題 所以 你這個黨國體制 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你本身已經不會有Unicorn 所以你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很少看到 在 一些實質運作的東西 所以大部分 就肯定 雖然也是 黨國體制 再加上你這個文化 再加上 你連X位都沒有 這些 大部分 中國人看到 還有股民也看到 就是 你的問題在你這裡 不是在別人裡 你習近平自己檢查 當然習近平不會自己檢查 因為習近平完全不明白 經濟運作是什麼 他不明白 習近平他只是固執自己的 這是很大的問題 習近平認識鬼 經濟的東西他不懂 習近平 習近平他只是知道 他只是 我只是講講他 他是一個很紅偉兵的東西 你沒有讀過書 你不要緊 你放手給人 你放手給專家做OK 問題是他不是 習近平就是 你不懂就要外韓人 外韓人領導外韓人 你不死也沒用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國家 當然沒有獨國手這件事 我不認為是全部習近平的責任 這是不公道的 但問題是他是不是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就是肯定的 因為你比起江澤民現代 江澤民現代 或者胡錦濤現代 這個分贓體制是不公道的 是真的 但是你的分贓體制裏面 你未至於認到 那些人不得X 我創業家仍然 那創業仍然 為什麼我得到回報 甚至可能 那個人發了財之後 成為那個利益集團的一部分 你仍然 那個相對公道的環境 有得分 但是做生意的有得分 很多時候 習近平不是的 我整本我去 你做完多辛苦 我要我了 喂 這件事不適合 如果習近平不改變這種 黨國思維不能搞 那他不會反省的 他怎麼會反省 他讀書有限 這個人應該 習近平是一組退落來的 他不懂管就不要管 他無實不仁 只能無虛 你無虛都不仁 就請你退休 你都很年紀 你提早退休 你做完兩任退休就沒事 他肯定要搞終身制 既然不懂 又要搞終身制 那沒得說 還有一件事 這個是香港的死因 香港比較自由開放 有Unicorn 你看到一件事 香港沒有Unicorn 香港 香港 社會 舊自由 香港 你說有沒有IT人 有 不少 我的看法是 香港最多 是一班中間人 OK 這班中間人 是不尊重創意的 聽到生意的想法之後 就自己抄 最喜歡抄的東西 告訴你 這種感覺 為什麼不尊重別人的想法 聽到別人 聽到別人 聽到別人的想法 就自己作個故事出來 然後去問 財團我錢 這種作風非常惡 很差 已經有很多 接著那些人 是空手道高手 最可命的是什麼 就是 用一些 例如 利誘也好 恐嚇也好 什麼都好 那些做得很辛苦的那些人 你一定要跟我合作 你不跟我合作 你什麼什麼的 就逼人家 交個project 一個大股 你又賣給財團 這種空手道 我是非常之討厭的 見不少 真的見不少 這種空手道有很多 總之 你做一些好事出來 就是有些鯊魚出來的 我說給你 這群鯊魚 消耗很多 做start-up的人時間 start-up的人時間 我不是應付 那群空手道高手的 OK 那你怎麼可以不理 你有得不理 你自己 安安分分搞 如果你不在香港比較好 你在香港隨時可以 看他有些紅油 啊 或者偷他資料 什麼 我聽到什麼 古形精怪的 很多人都聽過 你這種感的心 所以香港作為一個 以前 現在已經不可能有Unical 但是以前 香港還有自由的事情 也很難有Unical 太多其實根本沒有說四條那些 怎樣的? 的小傢伙 以往的問題就是這些中間人 中間人 空手道高手這些 搞 你們還沒開始 已經死了 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這些這樣的傢伙 就是這些 所以你說香港經濟 肉火從心裡是壞事 死掉了這些空手道高手 就是為何有多人走好事 因為你走了之後 這些空手道高手當然也有份走 但是這些空手道高手 你去到西方社會 這些空手道高手就生存不了 對吧? 你只是靠壓迫香港人 這些人 搞得難聽一點 因為香港小 你去到外國大 你不用怕 老實說 你問我 香港為何之前做不成功 政府 什麼投放資源不足 那些說真的 當然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不是主要因素 政府投放資源不足 只不過是怎樣 是因為它起經 因為資源都去到親權貴的 那些小傢伙 就是付錢 但是我拿了很多錢 不知道為何 經常都是這樣的 這些事情 我聽得太多了 其實你做 很多香港華人 第一件事 如果你要解決香港社會 做不到的問題 首先要把这班空手道高手先消除 如果不能消除这班空手道高手 其实香港已经没有可能有杀的 什么unicorn 一定没有 没有可能有独角手 一定没有 这个我的感受很深 空手道太多了 这班人 这班鲨鱼 我都挺厉害的 很多时候你要做一件事 你要做一件事不是说你去考取豪调 但是香港很多这些人是玩什么就是考取豪调 总之就是因为人家出行 他就坐在其城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经常都会发现 这班蝗蟲来的 见山 吃山 见水 吃水 结果就一无所有 如果你是尊重别人的项目 你不会抄议 你不会作故事 你会认认真真 你会认真真是投放进去的 投放资源 投放金钱 投放资源 OK 你这样反而真的能创业 不是啊 当然我还没记住 有些香港人就是 你发财就要跟我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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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子 有些人真的好像凤子 给发财就要跟你分 有些这样的眼虫 都有 香港的金钱 香港是很可惜的 中国呢 金钱嘔曲 制度失败 OK 再加上 制度失败 文化失败 就是香港 就算有自由环境 现在都有一个公共的价值观失败 都是坏的 中国的价值观失败 当然就全部是坏的 不用说的 好了 我说了这么多 接着 你问 杜国秀 有一个事情 大家想清楚 黄仁芬最困难的那时候 念视频 你知道黄仁芬 其实有一些作风 是印刀赌徒的 其实赌徒和创业家 一线之间 他最困难的那时候是谁帮他 不是台湾的公司 当然台湾的公司也OK的 没有踩他一脚的 因为台湾的科技的产业 互相协助 还有为什么 李黄仁芬 气地说台语呢 他台湾的那些 本省人 因为他经历过200互相 他会比较帮助 当然黄仁芬有考虑 就是他要取信美国政府 但是另一方面 黄仁芬 黄仁芬这些 他基本上 他是 台湾本省人会互相帮助 因为 给人增加的是 台湾本省人某程度上 是日本化了 日本人就不会自己互相竞争 搞唐人街的那些 日本人是 整班人都会互相扶助 整班人都在一起 去吃夜市 你看到黄仁芬芬 带着整班人去吃夜市 这个是 他说台语 不是这个 但是 真的是那时候 帮黄仁芬去日本 西加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要成功 基本上你不能在华人社会创业 你华人社会创业是在死的 因为呢 你华人社会创业就会遇到习近平这些猪头领导人 一堆利益集团 一些鲨鱼 我刚才说的那些鲨鱼 大吃饭 这些人 我都说 你什么starp都不用说了 我这一集节目 我都听到我有那种气 在这 我都挺有那种气 就是 究竟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starp starp 应该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创业家应该是一个 链链的样子 很多人 宽佛 Ninfidia很威大 我问你 Ninfidia Ninfidia我不收音上去体验 因为他太吃电了 但是Ninfidia 你说黄仁勋 大哥 黄仁勋最 困顿的时候 其实帮他的是世家 其实跟这些 跟这些话是没什么关系的 中国更加没关系 幸好黄仁勋就是 他很早出去读书 跟着他 又不是那些国民党 那些 他跟国民党没什么关系 国民党那帮 台湾国民党 亲国民党那帮 亲眼那帮 又是那些中国人社会 你看看黄毓民的款 你知道是什么人 我刚才说的那些 垃圾社会 一样 不会有真正财业 不会有真正的 所以习近平问 为什么没有unicorn 习近平也要负很大责任 但是 华人社会不会有unicorn 就算以后香港人手足的社会 就会有unicorn 但是 一定是远离现在香港的经济 但是 现在香港的所谓 星光颈颖的人 我想不是全部的 但是有伤多部分 所谓星光颈颈的人 不应该是香港人经济的一部分 他们没有搞到香港面臭港 我应该多谢他们的 我认为是香港面臭港负责的 业伯 我认真 你要有unicorn 你要做unicorn 香港人 出去外面 出去外面 出去外面就可以做unicorn 出去外面 你以后香港怎么做unicorn 你以后在中国也做不到unicorn 很简单 所以你不要香港什么创业 那些人说 我要unicorn 我看到很多什么吹水商会 那些人 不不不不 你要说unicorn 搞定了习近平 搞完碰习近平 再搞定权势贵资本主义的文化 搞完权势贵资本主义的文化 还要搞定香港人 还要搞定香港人 那些势力 空手老黄化 你搞定那么多样东西 那 社会就有机会 社会不正常 这件事 我告诉你 所以 这一集我讲了长的 都讲了27分钟 但是 这个就是 整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需要跟大家去讲清楚 习近平有问题 社会制度问题 文化也有问题 我们要几个问题 几样东西 我们要探讨 有时咬政府会容易的 是的 这个习近平也是抵押的 但是如果我们咬习近平之外 喂 你都要看回你身边的人是什么人 你的社会出了什么人 这个就很重要 要将以往香港的那种 中国香港的那种财罚 地产商主导的社会 冲破 一个公平英雄莫运出处的社会 出来才有可能 就像美国那样 美国新陳代謝很厉害 上流社会 香港哪里就是 但是好像香港不是这种 这个是一个问题 欧洲也有问题 欧洲有问题 也是上流社会的新陳代謝不行 那新陳代謝要换 要不然就要搞得怎么样 好了 一直我说到这里了 我也是再说多一次 今天晚上的一个直播 我都应该会是 要 真的要以会员版的 OK 会员版 又不是以YouTube的会员版 OK 不要搞错 是我自己认为会员想法 这个节目 等待节目下面有链接的 这个节目下面也有链接的 这个节目下面也有链接的 那你就可以进去 但是与此同时 如果你是需要人口口转过数的那些 就不愿意给我电邀我 我是会处理的 OK 好了 这一集我说到这里了 今晚再见啦